一年一度的闹热关渡节 周六台北登场 今年主题是 我家门前有条河 持关渡日常 超过30个游行采接队伍参加 连续参加4年的台湾法轮大法队伍 今年以邀鼓队的方式 为关渡带来振奋人心的鼓声 国防大学联合军乐队精彩演奏 还有北一大9个系所的学生 装扮成卡通人物 来自台北关渡社区 超过30个采接游行队伍 透过不同样貌 展现对关渡的热爱 为今年闹热关渡节 增添创意与活力 大概四个月半年 甚至有的部分是长达一年 带领他们去制作一些 非常精细有趣的制作物 然后在采接的时候 才对民众做一个成果的分享 整齐划衣的动作鼓声振奋人心 一身金黄服装的台湾法轮大法腰鼓队 今年是第四次参加采接游行 近80人的团队 还有穿着些女服的学员 发送手工制作的莲花 吸引许多民众主动前来了解真相 大关渡区也有不少的法轮功的学员 所以当然我们就秉持的 要跟在地的居民 还有外来的游客 分享大法的美好 所以就参加了 这个闹热关渡节的采接活动 合力透过一个这样的文化议题 生活议题 可以让一个社区的营造活动 艺术活动 可以深化生活美学的这样的一个质地 采玩街还有市集可以逛逛 迈入第五年的闹热关渡节 今年以我家门前有条河之关渡日常为主题 结合淡水河 作为关渡特有的人文景观 加上艺术推广 让社区居民更了解在地人文风情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